哈喽啊各位小伙伴们又来到了非常愉快的休机时间 今天咱们看的是一台ASA的暗影骑士 2020款英特尔时代处理器 插电呢一丝电流都没有 一点待机电流都不给我 这款电脑呢有一个通币 就是它的主板很容易大短路 是什么位置大短路呢 CPU供电 所以这一款很容易坏CPU啊 咱们先给它拆开来看看吧 一般像这种大短路的 要么就保护了一点电流都没有 要么就直接插电5A大电流 随便找个公共点测一下它的对立组织 是吧 公共点的对立组织只有4了 很危险啊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刚好可以和CPU供电的组织对得上啊 那么很大概率是CPU供电某一个MOS管集床了 咱们先把散烈器给取下来 看样子应该也是不怎么勤回的组啊 上了一期出风口已经堵死了 看一下它的CPU供电啊 这边呢总共是有5个电感 4个核心供电加一个核显供电组成啊 用的是这种复合的MOS管 上下管集成一体的 我们只需要测一下上管积极的对立组织 就可以判断出来是哪一个机床了 是第一角啊 这几个测过来都是480左右 唯独是最后一个最左边这一个 它的组织就是机床的状态了 第一角只有4 那是核心供电烧了呀 那CPU还在不在呢 这个不好判断 测组织的话它是没有完全短路的 那只能先给它换一颗MOS管试一下了 这个MOS管同样我也背了很多 直接用风枪把这颗机床的管子给取下来 然后给它换上一颗新的 看好之后咱们再来测量一下 等主板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再测啊 工脸的组织呢 已经不再短路了 恢复到300多 测一下这个换掉的MOS管两个机极 组织也都正常 OK 现在呢 电路这边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 那咱们可以给它简单拼起来 测一下 看一下CPU死没死 像这种直接烧CPU供电 CPU坏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修了那么多了 我就碰到一两台CPU侥幸存活的 现在插点有待机电流了 OK 咱们看一下电流能不能显示 开机 可以触发 电流可以跑到1.8左右 但是没有跳变 CPU没有跑码 看到这个电流 基本上可以死心了 还好 这个CPU咱也有现货 但这种CPU平常咱们换的也比较多 大部分都是CPU供电烧了 然后CPU跟着也一起坏掉了 不死心啊 先来排除一下内存吧 内存也有可能导致不跑码啊 找一颗确定是好的 测机用的内存装上去试一下 还是一样 依旧是没有跑码 过不了自检 只有键盘灯亮 标识都进不去 OK 那就开干吧 做BGA之前呢 咱们最好还是先把CPU和主板 最好是一起烘烤一下 因为像这种放久了 有可能会受潮 容易鼓包 换CPU之前 咱们还是得把这个供电给处理了 把它另外几个也全部给换掉 这留在上面也是非常不稳定因素啊 我有个朋友 他修这款的时候 只换了那一个寄穿的MOS管 换了CPU好了两天 隔壁一个MOS管又寄穿了 就这样 新换的CPU也被带走了 当然我们修这款前期的时候也碰到过 但是很少 有两三台的返修之后 就开始全换了 就跟这种华硕天选的道长路类似啊 天选这个呢 是核心供电少了 显卡呢 它就比较坚挺 烧一下没大事 它不像CPU那样 一寄穿就玩完了 OK 烤完之后直接上焊台 拆它的CPU 这个呢底下没黑胶 轻松取下 放心拆 这一款虽然是通病 但修的也不是很多 没有天选那么多 这种红机的可能一个月就修个十来台 天选多的话 一天都能修十多台 拆下CPU之后 主板这边也都给它拖平准 流程都是一样的流程 划一层细膏 然后CPU对好位置 再送去加热 刮一层细膏的话 就可以不用涂焊油了 而且有细膏在底下垫着 做无签的成功率也高一些 CPU上面有吸球 主板上面有细膏 一加热 这不就是双向奔附的焊接吗 OK 干完之后 先给主板冷却一下 先不着急通电 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线 核显供电和CPU核心供电 组织都正常 没有短路 打一下内存的数据线 也都是通的 焊接的也非常成功 那只要我买了CPU没问题 那这个电脑就能救回来了 两个内存都是通的 OK 装机 先把两根内存条装上去 然后简单拼凑一下 先看一下能不能显示 供电的MOS管上面 记得垫上一层导热电 散热也都重新弄一下 灰尘也都刷干净了 OK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主板彻底断电之后 第一次开机呢 都会反复重启几次 OK 可以点亮 没毛病 新老CPU合个影吧 好 咱们全部装起来 进系统来测一下 是给它换的i7的处理器 它原来是i5的 4核变8核 这种CPU我们订货的话 i5和i7价格都差不太多的 它不像台式机 差好几百 维修贵 主要还是手工费 还有CPU的风险上面 好 隔壁这台呢 是它的大表哥天选 反正都是A开头的嘛 两台的故障原因呢 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烧MOS管 但是维修成本呢 就是天差地比啊